在高手的可以用目測 说到制作花生糖 土城区平和社区发展协会的会员们集合了 大家分工合作 因为要制作好吃酥脆不黏牙的花生糖 可是得从精挑细选花生开始做起 花生糖它第一个一定是用我们北港的在地的花生 然后经过北港地区特选的最好的花生 最大科的花生来了以后 到了我们志工手上以后 志工必须要再筛选过 头来就要请 要选过就是像这个薄药不可以 薄药有时候有毒 还是花霉的有毒 像这个花霉的也不行 还有这个一半的也不行 一半的整粒的那大粒下去 插你一边的一定会生熟 生熟我们一粒一粒的熟 来这就炒大了 就会比较厚 还有这个小粒的也不行 太小粒有很大粒 很小粒一小粒也生熟会炒大了 广告有说电脑也已经投到 可是在这里都凭着会员们的好眼力 来挑选出不及格的花生 先过了第一关才有机会进锅 加上花生油热炒 然后呢在过河上白麦芽糕 把花生紧紧的粘住麦芽 好感情不分离才是好吃的秘诀 那在炒的过程里面 我们只有加四种东西 一个就是麦芽 麦芽糖 然后加这个芝麻 花生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花生油下去 一起去炒 那炒起来了以后呢 它的脆度要过 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就是 如果你慢了大概15秒起锅的话 那一锅就完蛋了 这么的严谨哦 对因为 因为它的油温的温度 大概有在280度到320度的那个高温之下 你已经到了 还没有起锅或是延迟了15秒 它就已经烧焦了 当初计划要做花生糖 增加社区发展协会的收入 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 大家开始拜师学艺 学做花生糖 从试做到卖出了好口碑 真的不知道吃下多少花生糖 进了五藏庙 才能换到现在 打给吃后倒修薄的热销商品 很好吃 我是头吃到没的 因为我们去卖做 卖做回来就要做到会好吃 就自己一块吃一块吃 吃得胖起来 现在一个又一块做一块 卖得很有效 又一块做一块做 做到今天没来去 又散下去了 头做到卖就是这样 头吃到卖 有的经要过好 品质也要过好 如果没得出问题 做到我们家没去 我们现在都要很注意 制作花生糖的温度 不适合在太热的天气进行 所以平和社区发展协会 通常会在中秋过后 才开始接受订单 谁想吃这项美味 就得先等等 别心急 等中秋过后 电话联络 平和社区发展协会 就有机会吃到酥脆不黏牙 满是花生香的花生糖了 中佳新闻 06 刘凡 土城报导 没有